哈喽 大家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一个星期 KLSC 大马银行股的一些 技术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urfeit Bank 你可以看到呢 我是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筹码风跟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百次线是200天均线 跟这些形态呢 来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呢 他的股价呢 现在已经是 站上去的这个指示线 这个指示线呢 就是一个很强的短期的短期的支撑 也就是3块9 3块9呢 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他已经站上去了 但是啊 还是有但是的哈 他还是处于这条蓝色线下面 而且呢 这边呢 有很多套牢盘 呃 长期的这个 这个走势来讲呢 才是处于下跌趋 可以看 意思说呢 什么意思呢 就说短期里面呢 他在3块9有支撑 然后呢 在这个4块1呢 就是他的主力线 这条线就是主力线 呀 现在他好像呢 你4块钱都好像过不了了哈 4块钱呢 就是这个筹码峰的这一个啊 最高价底部的 什么高价 你可以说他这3块9在4块钱里面 这边叮叮咚咚咚啊 我个人认为呢 就算他有能力突破4块钱的话 他应该也是短期里面 占不上去这个4块1啊 说 总之而言呢 那我是觉得这个走势的不漂亮 现在呢 也不要随便的想进场啊 就是继续观察 等他突破这个4块1的时候 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吧 但是我才是个认为呢 他这个头中脚期的筹码峰呢 是非常不健康的 而且已经在底部52周 这边在盘整的很久 这个时候 我觉得继续观察就好了吧 如果你是有这个股的话呢 如果他跌破这个3块9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 暂时的买出去 并开风险 这个就是Burple Bank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CIMB CIMB呢也是 不是很漂亮的 呀 你也是可以看到 但是他会比这个Burple Bank会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是占上去的 这个蓝支线指线 他已经占上去了啊 而且他之前这个历史的这个什么啊 回事先了也是占上去了 现在是5块钱5点一个的嘛 他已经是占上去了 这一个小小个的头码峰 啊已经好一点 又还有这个支撑 又让很多资金涌进来 就支撑住他 但是我个人为了也等他突破这个 他老盘的话呢 还是非常困难 尤其是他已经在破这个200元均线 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都会开始 卖出钱了 就在这边 这边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卖出去了 这样这边 这边 呃 还是处于下跌趋势 短期是有资金在顶住他啦 但是我也不认为他 可以继续往上冲上去 所以我还是认为如果你要捞的话呢 你可能在4块 9毛半左右 用这蓝色线这边的时候来捞一下 分开资金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你捞了之后 他会往上冲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很难 啊 尤其是这个5块2啊 这条线啊 是很难冲过去的 短期里面 啊 所以 继续观察吧 但是他如果真的是 debtport这条蓝色线啊 这个可能真的是要跑命了 也是要开始卖出去了啦 看一下另外一个 BIMP BANK ISLAM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在注意他 BANK ISLAM呢 就很惨啊 图形非常难看 我觉得 之前有朋友问我这边的时候 我就说哎 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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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随便去接到 你可以看到呢 他自从debtport的这个 这条线啊 这线之后一直往下掉 然后呢 又debtport这个指示线 现在呢就 连这个debtport了啦 啊 是非常难看的 这个是52周的这个新币啊 他完全没有止跌的迹象 呀 虽然已经是慢下来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止跌啊 我们来进来看点 你可以看到了他的这个 还是红色蜡烛 呀 完全没有止跌 呃 首先呃 从哪几个线是会移动的 可能有可能才会往下移 啊 往下移的时候 上上去的时候啊 这个车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考虑进场了啊 嗯 不然的话呢 也是很难搞 他这边下跌的应该是有原因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基本面的朋友呢 有研究朋友呢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 我觉得有点不对路了 呀 而且你看这非常难卡的这个条线 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迹象 连这个第二只脚都没有 还要漏都没有啊 这个 暂时就避开他 不要看到便宜就去老 呀 这是比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Mbank Mbank呢 也是非常难看啊 可以看到的 他也是一样的 Deadpool的这个 啊 投码风 也是Deadpool的这个投码主力线 啊 非常的难看 现在他的支撑呢 肯定是在之前这个前提的啊 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挖条线 你可以看到他这条线的 其实就是对应他这个 过去历史的筹码主力线的嘛 这条线 所以你看的这个 啊 筹码主力线呢 也是蛮 准确的 这是在破底盘 但是呢 他才是还没有 好像随时在破样子啦 你看看他这边败了3块半 呀 你这个老师讲呢 也不要随便去接到 总之 要你看到这边 你大堆的套牢盘 全部筹码主力现在压住他的话 他是非常的弱势的 啊 不要随便去接到啦 不要看到 银行股便宜就去接 啊 啊 继续等待吧 看下吧 而且呢 如果他跌破3块半啊 我就讲啊 这就是 跌破的条线啊 是非常不便宜 你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啊 啊 一个窝底 然后就 是很要跑命了的 可以看一下这边 看吧 这边 这个是2022年这边了的 看到吗 一年呢 整个一个盘 一个圆顶 跌破的话 下一个支撑就是3块散这边 这是3块半嘛 3块散 啊 还蛮好钱 所以不要去接都去接啦 因为相差不远罢了 啊 不值得啊 不值得去接 如果你有谷的话呢 你要去 你要继续的观察这个3块半 这条支撑线 如果跌破之后 他没有能力弹上去的话 也是考虑要把它挖出去 如果你要进场的话呢 就继续观察吧 我们再看下另外一个 好像是个A Lion Bank 他就好看一点 他是刚刚跌破 突破这个200%均线 但是你看到了他也是没有能力突破200%均线 还是一样 这边有很多套牢盘 你看一下全部朋友去捞的话 尤其是相信那些分析员啊 投行的 哎 银行股不错了啦 要去捞了很多去捞 你看下这我三人分析几次的都是一直往下掉的 也要出来麦呗 其他的股呢 都是一直往下掉的非常的难看啊啊 就不要看到便宜就去捞 尤其是有这个已经在顶部排了很久 这个 Alan Bank呢 就好看点 他现在呢 就暂时的就站上去这个指示线啊啊 也是也现在呢也是跟这个什么呃 蓝色呃蓝色线差不多 这叫盘整住 这盘整住 说 还是一样哦盘整住 盘整住的话就不用理他了 这里有个小毛这个筹码风 我也不知道他几次会跌还是会伤 盘整的话是说他就等着方向 上 上升或者下跌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上升下跌 总知道呢就是一件事情 如果他真的是跌破这个蓝 这首这条线啊 3块 3块3 这块的话可能要考虑把它放出去 啊避开风险 如果要进场的话呢 我就不建议了 可以看到他台词一样 这些很多套楼盘 跌破这些200天均线 这个chart的这个battern是非常差的 所有遗憾股都是这个battern的很多套楼盘 然后跌破这些筹码主席线 不要随便进场了遗憾股 啊 现在唯一没有在的就是那个 Mapbank 我在之前的视频就讲过了 Mapbank 我的看法 我认为呢 银行股呢 现在暂时就避开他吧 呀 ok 这些都是 过去一周的一些简单的回顾一下 啊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啊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就把我去share 把我去lik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对订阅频道呢有很多福利的哈 呃 如果你要sponsor我 你觉得要赞助我的话呢 呃 你赚到钱想 或者说你省下钱 你要呃 赞助我的话 你可以参加这个 Ute Member 马币10块钱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这 SuperTank 或者大选购来 呃 给我红包的 谢谢大家